HELLO 大家好我是汤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用Huda Beauty The New Nude的妝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要先使用Pierre Louis的眼部打底膏 可以先把眼部的一些瑕疵修飾完之後 等一下眼影直接上在這個打底膏上面也會更顯色 這次用到的眼部刷具大部分都是Spicy Choco的 眼影我要先使用這個霧面的橢色 可以看到它霧面的粉質是比較鬆軟的 所以記得把眼影刷敲一敲把魚粉弄掉再上眼皮 它的顯色度跟暈染度我都覺得很優秀 剛才眼部打底膏我沒有定妝 所以上眼影的時候就是用按壓的方式先上色 然後再把邊緣暈開來 那我今天要畫HELLO的眼妝 所以就是先畫在眼窩前後三分之一處 接下來換一支更小的刷子 然後再疊一個霧面更深的顏色 接下來我要用一個錐形眼影刷沾取這個霧面的紫色 再加深 就是不停的加深加深 然後範圍越來越小 今天的HELLO會比較強烈一點 所以我會把那個邊界顏色對比做得比較明顯 這支就是我特別喜歡的暈染刷15號 因為一般暈染刷通常都會比較適合眼窩使用 會比較大把一點 然後這一支呢它的刷毛比較小 但是它又有一定的長度 所以就很適合暈染一些小範圍的邊界 接著我又把打底膏再塗抹一次在眼臥中央 這樣等一下珠光眼影塗上去的時候 它的附著度就會更好 然後妝效也會更強烈 那這一盤的珠光呢我真的超級喜歡 尤其是我今天用到的這個顏色 它是比較深一點的珠光色 可是它的偏光是有一點咖啡色到紫紅色系的偏光 你們看這個漂亮的效果 它的珠光真的是非常非常讓我驚訝 就是新的質地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這一盤為了這個質地的珠光我覺得很值得買 再拿眼影刷把珠光的邊緣暈染一下 就讓邊界不要這麼的俐落 然後你們看這個珠光光澤超級漂亮的 接下來要回到底妝部分 我一樣先用一個比較保濕型的產品 先讓臉部保濕一下 然後接下來用我就是今年非常非常喜歡的Covermark割離乳 幫我的T字控油一下 這碗粉底呢是我今天第一次用 雖然它也是已經紅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搭配的美妝蛋呢 一樣也是Spicy Choco的 它們的蛋浸濕之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軟耶 就是很嫩Q的類型 這碗粉底我會想買的原因是因為聽說它的遮瑕度很高 那我實際用了之後呢覺得 跟一樣開架的Maybelline Super Stay比起來的話 它的遮瑕度其實是比Super Stay在低一點的 但是已經也是算中高遮瑕度的粉底 接下來就老樣子的用兩個色號的遮瑕膏 先用深色把一些就是黑眼圈呢 都有把它遮一遮 然後再用淺色打亮眼下三角 還有嘴角暗沉 我最近都會打亮嘴角的暗沉 今天蜜粉用到的是這個 Mac和Patrick Star聯名的蜜粉 這款應該是它這系列合作的產品裡面 我覺得呼聲跟評價最高的 那我實際用了之後覺得它的柔霧效果確實很好 然後也真的很適合就是拿來Back 我今天就是用原本上粉底液那個美妝蛋 直接薄薄的壓了一層它的蜜粉在臉上 就會是一個比較輕薄型的Back效果 然後我覺得它的柔霧效果是真的蠻好的 今天眉筆用到的也是一個我最近收到的 Maybelline的五世道 塑形眉筆 它比新筆之前出的還要再更扁平 所以你可以眉毛畫得更俐落更細緻 它這款比之前更進步的就是它還有再多一個螺旋梳 不過它這一支畫起來的顏色我覺得比較自然 就不是那種畫起來會很濃黑的效果 那也可能會比較適合新手 就是你不怕一筆畫下去顏色就太深 這個顏色我覺得它再怎麼畫再怎麼疊 它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效果 一樣我還會再用液態的眉筆 就是填補一些毛流的空隙 然後再用那個染眉膏把眉毛定型一下 接下來要回到眼妝 我們要來把下眼影畫完 下眼瞼也是先用一個霧面色 把下眼瞼的前後三分之一處上色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海綿棒來沾取這個珠光色 我發現這一盤的珠光質地啊 用刷子會很不好沾取 最好用的就是用海綿棒或是用手指頭 然後海綿棒你一樣可以用就是噴濕 然後沾取眼影的方式也會比乾擦更顯色 眼頭打亮我一樣也是用同樣這個珠光質地的 一個更亮的香檳精 然後也是用海綿棒來上 邊緣再用眼影刷暈開來 這樣眼影的部分就完成 再加上個睫毛跟眼線 眼霜完成 再來我要就是使用Mapool的這個灰幕 修容我的臉 腮紅今天用到的是Catrice的這個單色腮紅 這個系列的腮紅真的是便宜好用 暈染起來也非常好看 不會有那種色塊感 蘋果肌的部分呢我會使用Shiseido的這個 算是新的PK107吧 但是我沒有PK107 所以我沒辦法比較這兩顆的差別 可是這一個呢我是喜歡的 它真的是有一個粉紅色的光澤可以提亮我的蘋果肌 我覺得效果是很明顯的 打亮呢我要使用賽上的珠光修容霜 這個是最近在開架中買到一個 覺得CT值非常非常高的打亮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亮度 以日系產品來講就是非常非常強烈了 不過我覺得它的珠光顆粒其實算是蠻明顯的 所以皮膚如果是比較有瑕疵 有一些顆粒的話 它會比較明顯的讓那個顆粒感跑出來 那這個顏色呢特別適合白肌或是自然偏白的朋友 像之前1028的金色打亮 有些皮膚比較白的朋友就沒辦法使用的話 這一顆就完全可以 它的亮度不會比1028那款差喔 然後鼻樑我都一定會打亮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鼻樑有打亮跟沒打亮的差異真的超大 鼻子跟五官就會立刻變得非常非常立體 然後這一款因為是白色的底色 所以它轉到側面的時候也不會有一些奇怪的膚色 還蠻適合鼻樑打亮的 唇膏呢我要使用的是L'Oreal這個小棕皮 色號是642 那今天的妝容就完成囉 希望大家有喜歡 那最後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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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